你剛剛是有看到這一半嗎 你還可以一起看是不是 對對對 緊鎮 我可以找朋友來找你算名 你那個牌子是 這個叫 你的主持人是什麼 大家可以注意如果周遭的朋友 現在有這三個特點 他們真的是蠻衰的 歡迎來到命運設計系 我是你們系主任簡少年 哎呦 今天我們旁邊有一位超級帥哥 這是因為我們有一個新的系列叫 如此之迷信 我們要深度的找各式各樣的朋友來 討論各種迷信的事情 沒想到第一集 我們就要請到這個電影明星 超級帥哥 敬華 哈囉大家好 他最近呢有一個電影要上 所以我們想要來介紹一下這個電影 看會跟我們這個迷信很有關聯 我新上的電影叫做 我的麻吉斯的鬼 他上映的日期在8月18號 希望大家可以進戲院支持一下 哦所以是一個鬼片的一個邏輯嗎 有一些鬼片的成分 但他整個是走比較溫馨一點 我之前演的角色就是 一部戲裡面就是一個角色去做功課 可是這一部片裡面有一些情節是 我要被鬼上身 哦被鬼上身 對對對 這時候是已經鬼上身的樣子嗎 不是 這是被纏身的樣子 哦這是被纏身 對對對 所以上身跟纏身是兩個階段 對 他裡面有四個鬼嘛 那就會有四個角色不同的狀態 再加上我自己就是有五個狀態要去呈現 那這個纏身是怎麼樣 在你一開始碰到這些鬼的時候 你自己會覺得有點困擾 這一幕剛好是我去找裡面發發大師 他幫我 驅魔 開導啊 或是跟我講要怎麼做啊 然後完成他們的心願 那底下這個電話是誰 這個電話是發發大師的電話就對了 對對對 真的有人去打 欸看我搞不好也可以錄一個耶 老師我最近很隨便鬼纏身是怎麼辦 早睡早起 其實大家遇到鬼就是陽戲不夠重 所以我開拍前面好幾部戲 我都碰到 因為我拍戲的時候 就是會請老師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的風水啊 正常來講都會 然後我就問那個老師 我之前拍一部醫院的戲 他就叫我每天早起去曬太陽 這樣陽氣比較重 對對對 跟曬太陽是關鍵啦 我很好奇 因為我大理差不多十歲 年輕人演戲這件事 以前我那個時代是不支持的 那你們現在呢 家人支持你嗎 其實我爸媽他們也是蠻傳統的 他們當然都是說 你要就好好念書 對對對 要不然就是回來接家業 可是我高中的時候就比較叛逆一點 我一直在練體育 嗯 然後整天也是外面趴趴走 練什麼體育啊 我練游泳 哦游泳 對對對 所以你很會游泳 那時候啦 現在現在不敢講 那你是怎麼趴上演戲這條路 那時候跟我爸 冷戰了一段時間 這是關鍵喔 吵架通常是人生成長的關鍵 經歷過這一段時間之後 他就開始很支持我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時候就是有講好啊 大選之後 頂多再給你兩三年 如果你真的什麼都沒有的話 那你就會來接家業 但我沒有想到我會走上這條路 因為我原本是學幕後的 所以你是什麼游泳的過程中被發現 沒有啦 高中的時候我就放棄了 後來我就舔了一個電影戲 哦是電影戲的 對我就去做幕後 然後我船幕後再船幕前 意外啦 我覺得你做幕後也太可惜了 長得太好看了 後來我爸就 蠻支持我做這件事情的 其實我會學算命跟我媽吵架有關 原因是因為我想有自己的房間 但是我們這個家裡很小 沒有自己的房間 所以我就去我阿姨家住了 我神奇 因為我表哥有自己的房間 我就去我阿姨家 去我表哥的房間住一陣子 然後如果頻道常看就知道 我居然我阿姨家發現了 主委託書的書 然後拿那個書之後 開始放光碟 開始看自己的命 才開始對於算命這件事的理解 但我還是聽我媽的 所以我的科系是讀運輸 公車捷運 但我就是很早就知道 我沒有那麼喜歡 我也會算命嘛 所以我看了之後發現 我就不是這個命 可能我有一個之後 可以做的家業 所以他們也不太去管我要學什麼 或是擔心我之後會怎麼樣 我媽就不一樣了 我媽走信仰路線 我媽就是凡人都是要學佛的 你如果出去不行就出家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內心從小也是這樣子 就覺得如果我今天找到工作 我就出家好了 我人真的推入是什麼 小時候我們跟家人衝突很多嘛 長大後你會發現 其實家人都是為你好 對 但我是獨生子 以前我們男生常常會講嘛 就是兄弟兄弟 我一些朋友就是我小孩的乾爹 然後我內心就默默下了一個決定 我的柯文未來如果他結婚生小孩 如果他哪天身體不好會走了 他老婆的經濟他小孩毒素 我都會把他扛下來 因為我沒有那種出生就有一個莫名的角色 我要幫助他嘛 但我最近才第一次有這個感覺就是 有一個人跟我是年紀差不多的 他的未來的人生 我會買單 你說的這個我蠻能理解的 那種感覺就是 我會多付出一些在他身上 是 反而不是在家人 哦 你說對外面的人 對 就是對那群我真的在乎的朋友 很在乎的人 其實在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我一直在思考 我高中的一個非常要好的朋友 他也是蠻窄的 那種除了學校生活之外 其實他就是一個人住 我們認識之後 開始有一些興趣 我就很常去他家 所以就是用你對他之前的理解 進去這個角色 對啊他之前也是會出門 他就是出去買晚餐啊什麼 就只有吃飯才會出去 那就等於沒出門嗎 就等於沒出門 這個角色一定很有生命力 因為他不是一個你想像的角色 他是一個真的活在你生活中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他 跟這個角色好近 然後比方說他的 卡奧欣 對 就是看起來也衰衰的 我從你的這個面相來看 其實你也是很中意氣的人 因為你的眉毛很濃 你的眉毛是 你眼睛很近 這樣的一般來說性格比較直 你的眉骨又比較凸 所以你很多事情 你是會勉強自己那種類型 所以你面對一些事情 你會就是要 我就要把它做好 頂鎮 我爸有一年過年 好像就在去廟裡拜拜吧 有人在算命 我就有去算一下 然後他又說 國高中的時候是不是 家裡管得蠻嚴的 我就說對 然後說 還好你爸媽有這麼做 要不然我可能現在就是出去婚 哦 因為你性格比較硬嗎 對對對 你的這個面相的確也是這種方向 因為你的鼻子很高 但是很窄 然後你的鼻樑這也有一個字 這代表說你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但是大部分是很難理解你在想什麼 而且你對於你要做的事 你就是很堅持 因為你覺得你是對的 而且通常你也能證明 只是過程很痛苦 你就屬於 露瑤芝瑪麗那種類型 就是往下走大家會覺得 你是對的 我可以找朋友來找你算命 加入我們如此是迷信的行列 相對來說我覺得健康上比較注意 腰的部分也要注意 因為你的耳朵這邊這個角度凸起來 那這個位置大概在這裡吧 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些事傷到腰 你要很注意 你如果 你真的很 很準耶 我之前游泳捐定有什麼 而且受過傷 腰 剛剛只有看到這一半 那樣 你還可以一起看對不對 對對對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勞碌的人 所以你一定會成功的 因為你嫌不下來 我確實是蠻工作狂的 可是我是一回家工作完 我就直接懶掉了 但就是身體要注意 你的這個滯展在這裡的時候 三更又高 會影響到心臟 你的操勞程度會超過 你心臟可以負荷 所以如果調拍 就知道你真的太累 你很容易進到調拍的階段 不是都被你講到了 之前確定有 半摩托椎 哦半摩托椎 你是天生的嗎 還是後來才發現 天生的 天生的 所以要注意啦 就心臟要注意 真的很厲害耶 我們剛剛講到 就像鏡華這個面相 還是屬於比較貴氣的 運氣各方面 我覺得應該算是蠻好的 而且你很忘其他人 因為你是一個 就像剛才講 你這個復出的人 另外來看是 你這個劇中的角色 聽說是一個 超級衰鬼 你自己怎麼想這件事情 你覺得為什麼 他是一個很衰的人 我覺得他就是把自己 關在家裡太久了 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個人生活 像我有時候我自己回家 我慢慢了解到說 也不要把自己關在家裡 多出去走走 多去跟人互動 你自己會比較有能量 所以你覺得他的衰的語音 就是他沒有跟大家互動 對我覺得他太少跟別人交流了 還有你剛才說的 氧氣人氣 他沒有氧氣 他在家裡 那我們接下來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就是這個面向上有一些衰的神態 有什麼表現得很好 我覺得這演得很好有幾個點 第一個就是 這兩眼無神通常是衰的第一個環節 一大一小 對就是你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你把他眼睛對不了焦 就他好像明明就看著你 可是你看他眼睛沒有在往前看 這是衰的一個很典型的特徵 第二個就是我們這地方發青 就鼻樑這整段都發紫 這個叫極二宮 一般來說這樣都發紫 你就會問他最近是不是半夜出門 因為他就是屬於卡到陰很明顯的 就整個山根這邊會很輕暗 當你在檢查通常他虎口 虎口這邊你會發紫 很嚴重的發紫 就是會跟這個顏色是一樣的 那剩下來看的話 這邊比較難看出來 首先第一個是 人中的部分如果很紫 這個你很容易卡到陰 女生尤其是 因為女生代表他最近婦科子宮不太好 所以也會很容易就是情緒很暴躁 然後做很多奇怪的夢等等 所以比較追究這幾個點 大家可以注意如果周遭的朋友現在有這三個特點 他真的是蠻衰的 就要關心他一下 你那個牌子是不是 這個叫普化天尊 是不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自己屬 每一個都會有一個神是不是 對 因為我之前我姐姐有去一間廟 就有找那個老師幫我看我的主神 對 然後他說我的主神 這是個逆語啊可以公開嗎 沒關係 所以你的主神是什麼 是玉皇大帝 是玉皇大帝 那時候都要聽那個老師講課 然後他就說有些人是媽祖啊 他們那時候還有分修煉幾天 好像是三十六天吧 好那我們靜華最後再宣傳一下我們的電影吧 我的麻吉四個鬼裡面 我飾演的這個角色叫許承偉 就是他 然後他就是人生中遭遇一些不順遂 他就想要完結掉他這個很悲慘的人生 然後在這個路途中呢 他就遇到了四個鬼 然後他們開始有一些願望 需要阿偉去幫他們實現 然後在幫他們完成這些願望的路上呢 就遇到了女主角 在阿偉決定說 他想要終結他自己的人生的時候 也是他的天使把他救起來 把他救起來 對把他喚醒 聽起來很溫馨耶 整個故事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部真的很療癒很溫馨的一部電影 適合帶你的家人朋友 大家一起去看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我在拍的時候 我前面接著一檔戲過來 其實真的蠻累的 所以你就是看起來真的很衰 對 我真的用盡最後的力氣 把這部作品完成 對所以希望大家8月18日 可以來看我的媽幾四個鬼 我覺得今天跟這個鏡華聊到現在 聽他介紹這部片 我覺得這部片一定是超級好看的 我覺得一部電影好看就是角色的生命力 演員有沒有把這個生命給演出來 我覺得會是讓大家很共鳴的 所以希望大家一樣可以這個 8月18日好不好 去支持我們這個電影 叫我的媽幾四個鬼 好的 然後一樣我們會有贈票的活動 登登 本頻道首次贈票活動啊 對啦 所以到我們的資訊欄好不好 我們自然有贈票的資訊 好的 那今天就感謝我們進化來我們節目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